魔靈圖鑑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魔靈圖鑑系列 我是翁萊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還是一隻畜生 一隻十分強大卻又十分脆弱的畜生 他就是我們的光熊熊 露莎 這隻熊熊其實我很晚才開始玩 因為他的技能使用條件實在是有點嚴苛 在操作上真的需要做好搭配才能發揮他的價值 一個不剩就會翻車 好了讓我們來看看這隻熊熊的體格吧 體力12510前段班 排在全部632隻魔靈當中的第27名是相當的優秀 作為體打手這也是他應該要有的素質 攻擊力是不重要的428 防禦力有著更加優秀的769排名全魔靈當中第19位 最後腿長是普普通通的102 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彈打型魔靈素質配置 通常這樣標準的配置下應該會讓這個角色相當強勢才對 但實際上則不然喔 讓我們來看看技能的部分吧 咳咳咳 1技能抓抓 傷害係數攻擊力190%以及體力18% 有著85%的退條機率退25%的攻條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係數為攻擊力228%以及體力21.6% 由於這個角色的基礎攻擊力實在太低了 真心覺得可以直接省略看攻擊力的部分 而85%的退25%攻條來說 說實在話的還算是不錯的 普攻退1 4的攻條算是在不能使用技能的情況下 可以給到優異的貢獻了 2技能 生命歸還 咳咳咳咳 抱歉 孩子王看多了 恢復35%的體力 並且給予2回合的加防以及恢復效果 CD3回合吃滿技能之後恢復42%的體力 恩...就回血技能 富有加防跟持續回血 讓他可以在技能冷卻期間有著不錯的坦度 3技能 唉...總算來到重點了 大部分覺醒角色也有七成賣點都是覺醒後的3技能 包含暗霍爾啦 暗貓 光格 水狼人 火死神 火小仙等等等的 而光熟1 2技又這麼的普通 他的3技能如果一樣普通 那麼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告一個段落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3技能 傷敵70 自損99 欸對 大家沒有聽錯 自損99 使用技能同時會將血量降到1滴 傷害量為當前血量的70% 吃滿技能之後多20%的傷害量CD4回合 原本在去年的上半年技能改動前 這隻角色還是絕對的裝飾品 就是前面說那種1 2技能很普通 3技能一樣普通的狀況 而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Comtours算是破天荒的做了相當大的技能係數更動 以往可能都是什麼8%啦 10幾% 20幾%的傷害係數在改 而光熊的3技能則是傷害量直接增加100% 直接翻倍 必須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這個改動方向其實是相當聰明的 因為當時針對3技能如果要讓光熊變得堪用的改動方向其實有幾種 第一種無視防禦 而第二種擊殺目標增加效果 可能是立刻獲得回合 或者是立刻獲得恢復固定血量等等 但我們可以仔細來想想看喔 如果無視防禦的話 那裝了吸血符文之後 瘋熊或者其他單體無視防禦的角色 直接是變相的超級大nerf 而擊殺目標增加效果 他原本的傷害量如果沒有破防基本上是無法造成任何的致命性傷害 稱得上是一個小幅度的增強啦 但會是一個改完之後仍然在倉庫的改動 所以直接增加100%的傷害量 雖然數字龐大 但因為強大的附作 讓他仍然不能隨便的使用3技能 否則就是會變成1換1甚至1換0的窘境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暴力的平衡 但實際上卻是對光熊來講 對整個魔靈生態來講最好的一個平衡方式了 最後隊長技的部分呢 則是痊癒的魔靈體力增加15% 就是一個在你使用陣容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其他的隊長技可以使用他 雖然只有15%不是相當的高 但對於光熊來講 這個15%的體力算是相當符合這隻角色的隊長技能了 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符文的部分吧 如此可怕的體力傷害係數 讓他的符文數值挑選變得相當的容易 體傷體就可以達到傷害量的最大輸出 暴力越高則傷害量會越穩定 要是3技能沒有暴擊則會使這個情況變得相當的尷尬 符文的選擇可以說是十分的廣伴 4件套的部分可以選擇吸血符文 3技能使用完之後吸血增加續戰力 激怒符文則是撐高3技能的輸出 而暴走符文則是有機會3技完接2技的一套combo 迅速符文可以讓附屬撐速度的壓力可以小上不少 可以再多一些素質去撐暴率或者爆傷體力等等的 而兩件套的部分呢 祝福符文可以把體力增高也就是增加他的傷害量 刀刃符文可以把爆率撐高增加輸出的穩定程度 抑制符文可以避免開場被退調或者控場的窘境 其實光雄這隻角色就算是散套都可以使用的 但這邊我要提醒一點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暴走的 因為暴走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夠3技接2技 但賭注太大了 一沒有暴走可能就直接翻車 如果使用隊伍的陣容去搭配 然後做一個cover 那也沒有暴走的必要了 所以比較不推薦 而符文陣容的搭配呢 我個人分享兩種方向 第一種是使用激怒或者迅速符文 打完就是殘血 對我們沒有要拚任何的回血或者是吸血效果 就是要拚一下帶走對面 而這種搭配基本上專武就是瘋舞女或者是火術琴啦 尤其啊火術琴有加 因為3技能撞完之後一滴血 火術琴的平衡可以馬上再讓對面的一隻角色半血 但這種組合講求精準的符文速度搭配 光熊的速度要剛剛好比火術琴快一是最好的情況 否則只要差距太大 就有可能3技能使用完之後被插隊 然後讓光熊瞬間登出喔 而使用吸血或者是暴走符文的話 因為要嘛血量可以直接吸起來 要嘛暴走補起來 平衡的價值就會降低許多 所以可以建議搭配其他的輔助補血角 像是風速琴或者是附帶破防能力的水神秘等等 而我個人的搭配是前者 除了加速收頭以外 也讓光熊的殘血變得有價值 魔礦的部分由於他的傷害主要是吃體力的 所以我個人會建議 主屬選擇體力 而附屬可以選擇自己包包當中 對應屬性比較弱的屬性增傷 例如如果你的包包打風屬性比較弱 則可以選擇風屬性的增傷 將光熊定位為打風屬性的角色 而如果有使用吸血符文的話 則可以選擇3技能的恢復量增加 除此之外 2技能的恢復量增加 以及防Buff效果增強 還有3技能的增傷 最後因為這隻角色基本上在拼秒殺 所以體力越高的增傷 絕對會是你的好選擇之一 符文跟魔礦這邊我想要特別的提醒一點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使用火術琴的搭配 那在組合上千萬要記得 血量越少速度增加 以及硬爆符文 請不要給光熊還有火術琴來使用 在第三個位置上 也盡量可能不要去使用有加攻擊條的角色 否則容易打亂攻擊順序 一旦光熊跟火術琴之間的攻擊條出現落差時 他們翻車的機會就會大幅增加了 好了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光熊的使用方式吧 首先必須先說 前面我有提到 光熊不適合帶一個會有提條的角色 所以這場其實就是一個最不好的示範之一 因為我帶了火哈格 火哈格的1技是會提條的 那這就會導致光熊跟火術琴之間的CD有可能會亂掉 或者他們有誰會越跑越快 那像這個地方我也沒有算好火術琴的2-3技能CD 算是一個蠻嚴重的失誤 雖然最後結果都是贏了 但如果對面的暗瑞騎 或者是他有續戰能力的角色 其實這個地方我就有可能會翻掉 所以這場是比較不好的示範 也告訴大家為什麼不適合帶提條 不適合帶硬爆等等的 那之後後面就比較正常了 我選擇帶的是免疫角色 那我帶的是水仙人 那水仙人因為有免疫 所以第一個他可以防止控場類型的技能 那第二點就是因為他有護盾 所以可以讓我們的光熊再更加坦一點點 那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這個免疫 因為如果有免疫的話 我們就可以防止控場 其實這個陣容我們最害怕的是被光派控住 讓我們的光熊無法使用3技就算了 或者他用完3技之後火術琴被挑釁 無法使用他的3技把他卸轉回來 這是我們最害怕的 只要我們脫離這個狀況 其實就可以穩穩的把這個對面給收掉 那當然每一次光熊在使用他的3技的時候 都要注意火術琴到底能不能去保我們的光熊 只要不能我們拖久一點 然後觀察一下CD 抱歉 觀察一下攻擊條 只要攻擊條有亂掉的話稍微注意一下 那大家會注意到 其實光熊這個傷害量增加100%是真的很痛 隨隨便便沒有破防都可以抓個2萬3萬 有破防基本上一定是秒殺的啦 那大家也可以選擇把這個 水仙人的位置放上一個破防角色 然後讓他的傷害量可以突破天際 但我個人認為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拿來打的呢 通常是比較疲軟的角色 或者是這種輔助角色 光熊通常不需要破防 就可以給到一個3萬出頭的傷害儀 被撐血量的角色來講 這個傷害量是足夠直接讓他們登出的 那即便不行啦 多撞幾輪也是可以的 而且在這個3技能CD冷卻的時候 其實光熊的1技給的貢獻也還算不錯 說實在他的傷害量也是有個5-6千 打起來也還算OK 如果真的覺得3技沒辦法直接秒殺的話呢 可以靠光熊或者是水仙人 或者是真的啦 你的火術琴搞不好傷害量也不錯 就是可以1技打個幾下之後呢 再讓光熊去收頭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 光熊撞完之後 火術琴的換血 會瞬間把別人換掉一半的血量 那這時候等於說 光熊撞一次啊 我可以當作直接帶走對面1.5隻了 整體上而言 光熊的使用條件其實算是嚴苛的 使用後殘血 CD又不斷 傷害量又需要看當前的血量 被壓血就沒有輸出了 技能組單純無附加效果 一旦沒有暴擊幾乎等於抓羊 是一隻相當簡單也相當難用的角色 但還好有火術琴這種戰略型的角色登場 讓他的缺點可以變成優點 即便如此 他的傷害要看防禦這一點 讓他面對上防打手時依然不容易表現 除非搭配破防角色 優玉已經綁定兩個位置了 如果再綁定3號破防位的話 則會使整個陣容更加的死板 但面對上防不高或者血量少的角色 能做到3技以下一隻 在與火術琴的連動下 仍然有相當不錯的發揮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魔靈圖鑑系列 我們的影片就大概到這個地方 搞一個段落 也在這邊祝各位新年快樂啦 大家掰掰